我买的是三房的32坪 然后总价大概就是在 1500万左右 孙先生点开预售照开心分享 因为有了新清安贷款 更放心的在6月初 下定领口A1032坪的物件 不到30岁就晋升有颗一族 我以后每个月大概是 要还4万多块 如果以40年贷款的话 5年的宽限期来算的话 因为债务会贬值 因为一直在通膨 所以其实算一算 我觉得也不会一直长期去持有 每个月的利息跟本金 算一算还是可以接受 用新清安贷款千万买房 过了宽限期之后 20年期每月要还6.56万元 30年期每月4.37万 再到40年期可以一口气 降到每月只还3.46万元 对首购族来说压力减轻不少 但本金晚点还 利息自然变多 不提前偿还的话 40年的利息支出 就高达550万元 等于借1000万 总共要还1550万元 那我选择的银行 可以带到七六成 那自己也没有 宽限期的需求 也不希望贷款年限太长 那40年的总利息 其实是非常高的 就没有选择新清安 还好还满的情况上 你可能比使用一般贷款 但是他只去做20年或是30年的这个 还款的期限 都会有比较多的这个利息上面的支付 那另外一方面来说 其实有很多民众并不是要去 有这么长时间的持有他的房产 他可能在几年内 他可能就会去做这个换物 或者是说转手获利的状况 与其多少利息给银行 多数人倾向提前还款 专家也认为 精打细算的人会靠转手换屋 以时间换取空间 让自己的资产持续增加 我们新闻常信胡重恩台报导